親愛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平安 感謝主 讓我們一起在這邊分享這一段 經文良好的人際關係 剛剛看到慧琳長老就知道 喔幾年前 50年前是不是 還有在聯絡耶 那真的是不簡單 我不知道你 當你年紀越來越長 或者是當你幼稚園的 你的同學 你國小同班的同學 現在到哪裡去了 我不知道 很多人都是這樣 但是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的生命會經過很多人 這個人可能是在每一個階段 你認識的人都不一樣 那你怎麼在這裡面 去把你那個人際關係 跟你們之間的關係抓好 我相信只有神能教你 我們人在好 我們都保佑我們自己 但是從來的話語 可以帶領我們 在人際關係上面更擴張 讓你知道說 我在這裡面 能夠過得更快樂 我們的生活裡面就像 這個圖 它其實是一個交連的 就是每一個人 其實都跟每一個人有關係 當你去看親戚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知道應該簽一簽全台灣 都是我認識的人 他是我的阿伯 他是我的姊公 他是我的姊姊姊姊 好遠喔 簽到很遠的時候 我相信這提醒我們 我們的人都是連在 都會有特別的關係 在我們的眼淚裡面 有一半是為你的家人流的 有一些些是為你的先生 或你的太太流的 但是某一些眼淚的部分 是為了你的人際關係而流 我相信在我們的人際關係裡面 你曾經因為他不理你 或者是他誤會你 或者是你們之間有什麼建議 讓你覺得 喔這是太苦了 回家就怎樣 躲在房間裡面 偷偷流眼淚 人際關係 對我們每一個人都很重要 所以美國呢 他的那個衛生署 國立衛生署 他們就做了一個統計 他說如果這一週的人 譬如說我們這一區的 都比較有愛心 那這一區的人呢 在使用健保費上面 看醫生的數率就會降低很多 那這一區的人呢 如果他就是比較狂 然後心裡就很會計較 很會忌恨 當他們這一區的健保費 是怎麼樣 大大提高 而且這一區的 整個氛圍社區的感覺 戰亂性都會提升 因為他會覺得 那他關我什麼事 那這一區比較會替人想的 他們就會 這是我們的環境 我們應該大家一起好好的來保護 病育例如呢 當你生病的時候 你身體的恢復功能 你們猜是這一區好 還是這一區好 這一區 當你人際關係好的時候 當你生病的時候 你的好起來的速度 看我們的正醫師做的見證 你們都知道 他的人際關係非常的好 所以他其實在那裡面有很多的人去關心他 我覺得在他裡面有莫名的喜樂 是他知道不管在任何的境況 是有人為他代導的 有人說過一句話 他說人生最重要的 其實就是那個人際關係 其他你發生以外的事情 都是人際關係裡面的一個小細節 所以耶穌怎麼說 耶穌說 你們應當愛人如己 他一開始第一條要緊的是什麼 你們要遵從我們的上帝 盡心盡力 盡力愛住我們的神 你們都會背了 最後他說其次就是愛人如己 沒有比這兩條戒命怎麼樣 更大了 所以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那個關係 這一個話是很有名 只是他沒有連結 但是我選了一張有連結的 因為我覺得 當你要有關係 你就是要有那個連結 其實我們的手跟我們的手 當我們這樣沒碰到的時候 你就是有關係嗎 好像要有一點暧昧的關係了 但當你完全碰到的時候 你知道你跟那個人的關係是有的 你能感覺到那個人的溫度 你能感覺到那個人的心情 所以神把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放在一個 他提醒我們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觀 我們今天都要進入一個團體裡面 都要進入一個人際關係 當你坐在這裡 你有沒有人際關係 有 出去 當你在上班的時候 有沒有人際關係 有 你的家庭呢 你的叔叔阿伯阿公阿姨 當你來到家裡的時候 甚至回去你跟你的爸爸媽媽 跟你的孩子 就是在相處在一個人際關係 所以今天我們透過雅各書 戴齊雅各書的眼鏡 讓我們可以看得更清楚 我還蠻喜歡這張圖片的 告訴我們 當你戴齊聖經的眼鏡的時候 你會看得更清楚 雅各說什麼 誰是有智慧的呢 你們當中誰是有智慧的 有讀書 地位高 出國留學 我很會賺錢 老闆耶 然後呢 我很會做一些事情 我很厲害 雅各說 誰是有見識的 就當在他的溫柔上 顯出他的善行來 所以 你們是有智慧有見識的嗎 我相信這是我們自己要去思考 不管你學歷有多高 不管你賺了多少錢 不管你今天多麼厲害 雅各說 真的有智慧的人 是在他的美善裡面 行出他的智慧 所以呢 他說了幾句話 他說 十四節我們一起來念 你們心裡若懷著 嫉妒和紛爭 就不可自誇 也不可說謊話抵擋 說謊話抵擋真大 好 我們再念下去 十四節 這樣的智慧 不是從上頭來的 乃是屬地的 屬情侶的 屬魔鬼的 在何處有 嫉妒紛爭 就在何處有老亂 各樣的壞事 他說你們心裡若懷著 嫉妒 這邊又提到嫉妒 就會 真的很不好 很不ok 我們看這一段 會寫更清楚 你們心裡若懷著苦毒的 嫉妒和紛爭 就不可自誇 也不可說謊話 抵擋真大 好 嫉妒這個字本來是好的 就如同下面寫的 人家嫉妒的原意是什麼 在原文裡面 嫉妒是 你很熱心 你還有熱誠 為什麼 因為你會覺得 哦 別人做那些事情 好好哦 如果是我 我們知道有的 我好 你會覺得 哇 羨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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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麼那麼棒 羨慕寫到之後變成怎樣 嫉妒然後比就斷了 當你很羨慕一個人的時候 當你很欣賞他的時候 當你覺得你很希望跟他一樣的時候 嫉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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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就出來了 也是有可能 因為當我們羨慕一個人 當我們心中開始用不一樣的想法去看的時候 你可能會產生負面的一些想法 所以雅各提醒我們 這樣的智慧不是從上頭來的 是屬情欲的 是屬魔鬼的 因為當在何處有任何的競爭 就有各樣的壞事 我當初要放這張菩薩蘭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要不要放 因為我覺得 哦 這好像有點被抓住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 當你被那個東西所捕綁的時候 其實 你就跟這個被抓著一樣 在裡面你不是快樂 你可能是害怕 你可能是放不開的 你可能是苦毒的 所以 不要忘記 我們的人際關係裡面 忌妒或者是什麼 佔了我們很大的成分 在我們一帆風順的時候 我們通常不會有忌妒 通常不會有難過 也不會有紛爭 什麼時候會開始 當一個可愛無辜的女孩 出現在兩個男士的中間 兩個男士 為了他就覺得 哦 這看起來好無辜哦 這女生呢 真的是我要去給他秀秀 所以我就對他有心動了一點 我想去追他 可是當你發現 啊我的同事也在追他 好 那我們就來一絕高相 兩個人就怎麼樣 我們來比一下 可是呢 你覺得有可能 真的很努力的君子之神嗎 再來 什麼時候會有忌妒 會有紛爭 這個圖 所有的人都在搶這個東西 當一個官位 當一個座位 當一個很高的身份 只有一個人的時候 每個人都想去爭的時候 你的心裡就會有紛爭 你的心裡就會有忌妒跑出來 好 有人說啊 我都不在這兩個裡面 那沒關係 你總會看電視吧 哦 那你看電視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 你看那個人 我就跟他 我那時候就說 應該要怎麼做 他就是怎樣怎樣怎樣 你看那個長官 他就是怎樣怎樣 那個我來做 一定怎樣怎樣怎樣 當你坐在電視機前面 一直指責 覺得我很正義的時候 親愛的弟兄姊妹 電視機裡面的人做人 你敢說你自己真的沒有做過 有時候我們只是忘了 有時候我們只是沒有仔細 安靜下來 自己去思考 我在我的生命裡面 我所有的特質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雅各今天說得很好 他讓我們每一個人都去思考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有沒有這些東西 當你一直在指責別人 你覺得自己很正義的時候 其實你直接去思考 你真的有 當你小時候喜歡的男生 被別人追走的時候 你看旁邊那個女孩子 你有多臭哦 當你想追一個女生去看到你的同學 也牽著她的手的時候 你就會說 她是來陰的 當升官的時候沒有升到你 你還記得你那時候心裡有多忌妒多苦 你說 她表現明明就沒有不好 她還是怎樣 靠背景 對不對 一定是有人給她當靠山 一定是透過什麼手段 一定是怎麼樣怎麼樣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這兩張圖 可以顯現出 我們心裡那個 原本可能放在我們裡面 只是我們沒有想過 所以有些人會說 反正他都做初一了 我做一點食物應該也沒關係 我們很容易就把自己那個內心的東西 又把它掏出來 只是偶爾我們覺得好啊 反正我就坐在電視機前面看啊 我又沒怎樣 其實你的內心裡面 當你看著報紙指責的時候 當你看著電視指責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冷靜下來去想想 這些錯誤會不會犯 這些事情會不會曾經影響我們 所以牙各書 其實在我們今天讀的這一張 我們之前前部分有講過 就是口舌的部分 那今天是講他的後半段 但是三章第一節就告訴我們 自動有點卡當 他說我的弟兄們不要多人做師父 因為小的要做更重的審判 當我們覺得自己很正義的時候 我相信雅各提醒我們 你要更多的去思考 因為當我們去爭奪的時候 那個苦毒的心 有時候已經會進入我們 我們覺得我們講的好像是真的 我說的都是真的話 可是其實你讓很多人都受傷 所以雅各給我們一個關鍵 這就是你去爭奪之後你會怎麼累 雅各給我們一個關鍵 他說使人和平的是怎麼樣 用和平所摘眾人異國 我很喜歡這一段話 所以把它放在今天的這段進去 你看他種了一個什麼 種了一個小數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是互動的 今天我放在你的身上是什麼 有可能你長出來的就是什麼 我回饋你的是什麼 有可能你回饋我的東西也是什麼 所以當你要怎麼擁有好的人際關係 就算你再留七過年的同學 他也不會生氣 就是你要帶人有智慧 這個智慧簡單嗎 我覺得不太簡單 但是雅各有教我們什麼是好的智慧 他說智慧是什麼 我們一起念智慧就是 純潔和平千合友善 充滿著人識與善國 沒有偏見與虛偽 好當你念到這裡的時候 你覺得你做到裡面幾點 純潔和平千合友善 充滿人識與善國 沒有偏見與虛偽 這是他提醒我們 當你在人際關係裡面 非常重要的事情 回去就把這幾件事情 背在你的頭腦裡面 你要做的時候就想說 我很純潔嗎 想罵人的時候就想我很和平嗎 有偏見的時候就說 我對他有怎麼樣嗎 雅各提醒我們 最重要的第一點是什麼 純潔 純潔衛生紙嗎 不是 但是希望你可以跟他一樣擺 純潔是什麼意思 就是當你是一個被聖靈更新的人 這個純潔 他其實被聖靈更新的意思 在圓文裡面是同樣的 當你被聖靈更新以後 我相信你可以離開很多的謊話 跟很多的說出來不真實的話 這張圖是一個小孩 面對他爸爸 可能他媽媽 他把東西拿破了 他說誰 他弟弟 他弟弟 你覺得他有可能是他弟弟嗎 他弟弟還在地上爬 他只是想快點把那個東西丟給別人 所以他就說了一個謊 有一個研究他說 百分之九十一的人 會對平常無關緊要的事情說謊 那百分之八十六的人 會對自己的父母說謊 百分之七十五的 所以你的朋友 會對你說謊的機率也蠻高的 百分之七十三的人 會跟親人說謊 百分之六十九 會跟配偶說謊 所以十句話裡面有氣力 所以要小心 在那個謊話裡面 當你是一個被聖靈更新的人 我相信你會過得跟別人不一樣 雅各就是提醒我們 當你做一個被更新的人 你是一個不會隨便就說出謊話的人 這張圖喔 滿有意境的 是我們常說的 人家如果說你到哪裡了 他跟他說我快到了 其實還要怎樣 半小時 有時候真的人家打給我們 有時候就不小心 就很想趕快解決他就 我快到了 我快到了 有時候我們在說謊裡面 就莫名其妙的就出來 所以以前我們都讀過了 人來了 這個故事提醒我們 親愛的 從小 幼稚園開始 老師就叫我們 人家說謊 一直到現在 我覺得我們可能 要在這裡面有很大的突破是 當聖靈在我們的心裡面的時候 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知道 我們應該說出什麼樣的話 有人去研究喔 對說謊的人做了一份評比 他說 請你們寫出為什麼你們會說謊 你知道人家說的最多的是什麼嗎 有些人真的說謊的時候 人家去問他 他說不 這件事情我沒有說謊 另外一邊會回答 我說謊只是怎麼樣 出於善意 我只是想要幫助他 只是想要幫助說謊 但是當你說謊的時候 我們都是出於善意 可是其實 對你整個身心來講 是不好的 當你說謊的時候 你的循環系統會變差 當你說謊的時候 你的血壓全部都會升高 而且當你說謊的時候被拆穿 我相信你真的想找洞王進去 但是你也沒辦法 這對你來說 跟對對忙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所以也要各提醒我們 在這裡面要小心 不要去過一個荒遊生活 而是被聖靈毀心的生活 第二個 他說你們要有和平 要有溫柔 要有良順喔 路順 這三個字的意思就是 告訴我們要有一顆寬闊的心 而且提醒我們 溫柔怎麼表現 溫柔只有辦法用一個 大概用兩個東西表現 當然最大的一個東西 我覺得是雅各前半部談的 他是告訴我們 你在說話的時候 要特別的小心 我們知道當你 有時候很急 你會想說一些話 但是當你沒有坐下來 好好的思考的時候 你會說錯話 保羅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我覺得他人際關係應該不錯 他每次寫信的時候 他都先讚美人家 他說我每逢想念你們的時候 我就感謝我的神 好 保羅這麼會讚美 你們會讚美嗎 這是一碗酒吧清洲小菜的清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吃過 但是通常都是小小碗的 有一個人去吃的時候呢 端上來 老闆能端上來 他就跟老闆聊說 欸 你們這個一碗賣二十塊 你只給我那麼小碗 我怎麼吃得完 我怎麼吃得吃得飽 那個老闆跟他說 你不知道我們這個重要成本了嗎 我就這樣給他吃了 另外一個人來了 坐下去吃完 老闆端來給他的時候 他都沒有說話 就這樣端來吃完 跑去跟老闆說什麼 欸你們這個粥怎麼煮的啊 好好吃喔 我一下下就吃完了 你知道老闆怎麼樣嗎 免費送他再一碗 當你的說話方式 當你對人用什麼樣的方式 其實我相信別人很清楚 就能感覺到 你今天對我說話 對我的感覺是什麼 我相信在我們每一個人的 人的際關係中 我們都會遇到這一點 非常重要 盼望我們用養歌教導我們 用溫柔的用和平的態度 去面對你身邊所有的一切 第三個他說什麼 愛是有恩慈 有恩慈就是你會設身處地 去幫人家替人家著想 你知道替人家著想有一件很 比喻中很容易就做得到 我不知道你們釣不釣蝦 有人喜歡釣蝦嗎 我以前有一陣子超愛釣蝦的 那也有可能看過人家釣魚 對不對 蝦子最喜歡吃什麼 大概就是小蝦米啊 或者是一些比較新的東西 魚瑞喜歡吃什麼 魚瑞喜歡吃什麼 蟲 你要把牠釣上來 你一定要想說牠喜歡吃什麼 你才能把牠釣上來 所以 愛是有恩慈的提醒我們是 你要設身處地的為別人著想 魚喜歡吃什麼 魚喜歡吃小黃蟲 蝦子喜歡吃什麼 蝦子喜歡吃小蝦米 所以你一定要設身處地的為牠著想 你才能把牠釣回家 同樣的 今天當你要建立好的人際關係的時候 你要設身處地的為那個人著想 想說 欸牠喜歡什麼 牠 在這裡面牠 OK 你有沒有同你那一個人 這是一個人釣魚的樣子 你要 釣很多 就一定要設身處地的為那些魚 照相 所以如果你要有很好的人際關係 我相信你也要在這方面多一點努力 再來 先打 要打動人心 要先怎樣 同理別人的感覺 我覺得在這裡我們 就是很不簡單 要同理一個人的感覺是很困難 特別是當我們在很生氣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 要同理真的很困難 但是親愛的弟兄姐妹 當你不同理的時候 你就會先開始批評 當你真的沒有同理那個人 你就會開始脾氣爆炸 你會覺得你怎麼不行 你為什麼說這些話 當你沒有同理你朋友 當你沒有同理你另外一半的感覺 或者是甚至你小孩的感覺的時候 對他其實是一種傷害 有一個牧師呢 他去監獄步道 他問所有底下的人說 你們今天怎麼會坐在這裡 從小你的媽媽說 你長大一定會被關的人請舉手 你知道嗎 那個牧師回來說 大概有百分之七十的人都舉手 對他媽媽從小就跟他說 你在這裡有關 你在這裡有關 他媽媽從小就是這樣 所以當我們在人際關係裡面 我覺得家庭是很大的影響性 一個小孩子拿一杯可樂 拿了一杯喝到一半的時候 A小孩說 感謝我還有一半 B小孩說什麼 我怎麼只剩那一半 這是誰教的 是受他的原生家庭影響 所以其實我很喜歡一張圖 他說父母不該對小孩說的一句話 我覺得他寫得很好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他說你真沒用 講了多少遍還教不會 看到你就考驗 你正德性怎麼可能 考上好大學不要給我丟臉 那能當飯吃嗎 不要出去跟別人家講說 你是我的小孩 你懂什麼 一世人求教怎麼 連這個都不會 沒有一件事你做得好 之後不說你是雅爸 你看喔 有好多喔 這些小孩子現在已經聰明到尾巴 媽媽唸過的話 全部都記下來 好多喔 我沒有你這樣的小孩 不要再回家了 然後我再踢一個到丟臉 最後我覺得很狠的是 我很後悔把你生下來 我相信今天當我們會去同你一個人的時候 你的孩子在那裡面 是真的能夠感受到你對他的愛 你不能用一個批評 就是每天都一直批評小孩 但是其實你可以讚美小孩 你這大 你有沒有發現當你某一天被讚美的時候 那一天你心情會特別好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這個感覺 某一天會你這樣 我跟我說 喔你現在好漂亮 我那天就很開心 這樣 每一個人都會有這樣的 當然這是一個不簡單 但是當你先去同理他的時候 他做錯事 當你先去同理他 他就知道 你在他的生命中佔有很大的地位 是你可以幫助他 愛因斯坦 有很多人很欣賞他 那有一個老榮夫呢 就曾經寫信給愛因斯坦 跟他說 我希望我的小孩跟你一樣好 所以我決定要取名跟你一樣 那個愛因斯坦就回了一封信給他 他跟他說 你這個爸爸真的是太棒了 可以為你的小孩著想 跟我取一樣的名字我沒有意見 我也非常歡迎 那他最後告訴他的爸爸跟他說 如果今天你的小孩要成功 不是只有野心而已 最重要的是你要有陪伴他 跟有愛 那個熱忱去陪伴他 這個榮夫很高興的就送了 一個一袋的馬民宿給他 那因斯坦用一個很同理的方式 或許那個榮夫跟他的身份差很多 他會微信嗎 會 今天當一個人跟你的身份差很多 跟你講話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用什麼態度 但是當你要有好的人際關係的時候 我覺得你是要全面都照顧到 那為什麼我用這一段 這一張影片 我是覺得他這句話說得很好 我擔心有一天科技超越人際關係 世界將會出現傻瓜四代 昨天晚上我們的青少年 短萱最後一天 那我早上去看完他們覺得他們還不錯 我就回來了 晚上開始我的LINE就開始出現了 你知道短萱他們住在哪裡啊 住在牧師館一樓 那有幾個房間 天啊 所有的孩子都在同一個房間裡面LINE來LINE去的 也就是說 雖然我們現在坐在同一個房間 可是我們的手機都拿著LINE 在那邊打LINE 我心裡想說 這樣有意義嗎 你們不是住在同一個屋簷下嗎 你們為什麼不能放下手機 讓大家一起在那邊說話 我看到從他們大概10點開始打LINE 到12點 住在同一個屋簷下 科技有時候取代了 人跟人之間見面的那種感覺 科技有時候取代了 人跟人之間說話的那種感覺 當然或許他們有邊來邊講話 只是我覺得 其實他們可以放下手機 那我覺得愛因斯坦很聰明 他說 有一天科技可能會取代這個人際關係 所以我昨天跟我先生說 我們吃飯以後都不要帶手機都放在車上 因為當你在等餐的時候 你的手機就會拿起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經驗 但是希望我們的人際關係 不要被3C產品所限制 最後 雅各說 不要有偏見 偏見是怎樣 把人給看扁 這張影片 這張圖片 他說 就憑你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蛤 你行嗎 錯了 他真的可以 在短學裡面有一個孩子 是非常安靜的 去之後被開發了 變成非常的活潑 所以當我們覺得 其中一個人可以嗎 或許他只是還沒有開發了 在人際關係裡面 怕夢我們是可以接納每一個人 我們來看一段影片 但是這一段影片可能會 你們需要看底下的字 那會比較專注一點 幫我關一下後面 就是全部的燈可能又要關起來 好 他說他邀了又有個不同的人 在這樣沒有燈光底下看彼此 好播放 可能那個後面最後在那個沒有開 沒有關係 他說我玩重金屬音樂的 這個人 他說 那你可能有長髮或者是把馬尾 那另外一個人說 我看了很多書 像心理學或行為科學 那曾經在什麼地方演講過 他說 嗯 那你意思是個書呆子 以為自己很酷 好 他說我最有興趣的東西呢 是聯合大公國的文化遺產 另外一個人說 我喜歡下廚 這個人喜歡下廚 好 再來有一個人說 他是極限運動員 他說他最喜歡跳傘 好 當他們把燈打開的時候 他們看到彼此 他會看到他這個文生的人 他絕對不會跟他講話 可是他很喜歡 讀書 他會告訴我 他會看到我的音樂 我應該有這些東西 不是你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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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著他們從椅子下拿出東西 這個坐輪椅的 他是按極限運動的人 我幾乎 可以考慮你的 人 他逸余的心 響徒 謝謝不要哀哀 好到這邊 好可以開電燈了 其實它是一個可口可樂的廣告 但是我覺得它要做的還不錯 可口可樂最後也是真的 好 在這個影片裡面 他們邀請了所有每一人 或許我們這些人作者 也會發生同樣的結果 他們邀請所有的人 在電燈暗暗的底下說 他們做什麼的 全身紋身的人 他其實是個愛讀書的人 穿得很資紋的人 他是幹嘛 玩重金屬音樂的 很像阿拉伯的那個人 喜歡下廚 做倫理的人喜歡幹嘛 喜歡極限運動 當他們打開的時候 他們發現 我們都只用自己 最當初的觀點 在設定你們每一個人 我們都想玩重金屬 你應該全身紋身 把一個大馬尾 我們都想愛讀書的人 一定是個書奶子 我讓他是全身紋身的人 所以最後他拿出 那瓶可口可樂的時候 可口可樂上面寫了一句話 他說標籤是用在哪裡 商品上面 不是用在人身上 今天不要偏見 我相信對我們來說是一個 很不簡單的 其實有些人都說偏見是一件壞事 但是有科學家去研究 他說偏見其實對人不一定是壞事 從小的小孩子開始 他就有偏見了 因為他必須去選擇 這個他是好 那個對他是壞 那個就是一個偏見 但是當你把偏見貼在一個人身上 而且完全的看扁他的時候 那你就是誤用了 那一個偏見 所以科學家提醒我們 偏見是對我們理性而言 很好的一個選擇 但是不是滥用在每一個人的身上上面 我相信雅克提醒我們 不要去對任何事情有偏見 對我們的人際關係 對我們所有的人跟人之間的相處 是好的 有些基督徒老闆不太喜歡用基督徒的員工 為什麼 因為基督徒的員工會想說 你是基督徒的老闆 你應該對我特別好 有沒有 有沒有 那有些基督徒的員工會不太習慣去基督徒的老闆上班 因為他覺得 我每天都必須要很假 所以 在整個雅克的教導裡面他說沒有偏見 也沒有假 最後我想我用 你的 這是一個先生送一個太太花 那這個太太 回去跟那先生說 欸 為什麼呢結婚之前你常常送我花 結婚之後我就都沒有收到了 那個先生跟他說 親愛的老婆 你還有 看過人家釣魚起來 還會不到位那隻魚吃魚耳啊 同樣的 人際關係是這樣的嗎 我相信不是 你要用心去經營你的每一段關係 今天如果我每次看到你就說 喔你的頭髮好漂亮 下禮拜看到你我還是說 哇你的頭髮好漂亮 這樣每到第3個禮拜你還會開心嗎 我相信你會覺得 那好像就是千問牧師的見面 NO 我希望在 我們的生命當中 甚至是你跟人之間 就是 我們用一個 可以一起去 協助 一起去 真的你慘關係去跟人家建立一個關係 那是 合神心意 所以神今天提醒我們在口哲上 你要非常小心 是在雅各書的前半段 後半跟他提醒我們 你跟人 建立關係的時候 要有智慧 是從屬天而來的智慧 好我們一起來唱我們今天的 婚夫詩 在我們的 中報 好我們看中報 好不好 在我們的中報12頁 我把我空虛的心裡 終於不再流淚 期待著以後 勉強的下方 說出了 考慮你我的原地 我 不安的效果 終於可以停歇 祝你为我爱着的生命 一生而安逸 与你有缘是永恒的人 在梦为真前不变 我要报告为生命心愿 我负荷送祢的慈爱 大地说说祢的恩典 我们选择这首歌 是因为我们喜欢的歌词 它说我空虚心里中不再流泪 期待与同不缤分的情绪 彩虹有一种说法 在美国人他们说 那个地方是一个有很多黄金的地方 就是在彩虹的另一栋 我相信彩虹是神跟佛文说设立的一个约定 在那个约定设立之前 人跟神的关系 我身很好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完全堕落 那我怕我在彩虹里面 让我们看见神跟我们之间的约定是那个神 那你跟人之间的约定是什么 我这么好这么深 神当我们看见彩虹的时候就会觉得 我们好像一切也要重新开始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当你跟彩虹 盼望充立的心里面 也可以重新开始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再一起唱这首歌 我空虚的心里 终于不再流泪 我空虚的心里终于不再流泪 我空虚的心里终于不再流泪 强泪 期待这运火 编纷的彩虹 注注定我的决定 我不安的项目 终于可以庭弹 祝你因为我 爱舍了生命 你舍了恩典 与你永远 是永恒平约 彩虹为真 千古不变 我要道德 为生命喜悦 忘不得说你的慈爱 大地书说你的恩典 今天祝你 上帝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人 不是孤单一个人 而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许多的人陪伴过我们 在我们的苦难的时候 上帝 你透过许多人为我们祷告 在我们难过的时候 上帝 你透过许多人来鼓励我们 但是主耶稣 我们知道 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我们愿意付出 是我们愿意用神 从神来那个爱 那个和平 让我们给更多人的时候 神啊 我们就每一个人都领受你的福分 让我们空虚的心灵 再次被神的爱给填满 主耶稣 盼望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人之间的关系里面 我们是更广阔更广阔的 当我们在遇见人的时候 我们就 神就给我们祝福 让我们跟那个人的关系越来越连接 让我们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是属神的 所开心的 主耶稣 谢谢你 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 你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良好 我们再次把所有的弟兄姐妹 就和在你手中 为神灵大祈祝我们 阿们 我们这样的祷告就是奉命 说基督圣明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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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